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 今天呢要來玩的這款遊戲叫做七大罪光雨暗自交戰喔 那我們今天呢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遊戲可以用的禮包序號 那目前遊戲最強的這個TB角色 一些新手必看的攻略資訊分享 然後呢也會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目前 新手開局可以領的福利序號禮包 好那麼首先呢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遊戲的優惠碼 好那麼對方我們就可以先點右下角的這個選單喔 那點完之後呢在右下方這個其他 左下方這邊就有這個優惠卷喔 好那麼點開來這裡然後就會跳到這個地方喔 那我們可以按下方這個艾斯卡諾然後可以貼上這個禮包碼 這個7DS W-E-L-O-V-E 按右方的確定 這裡的話就可以領到一個這個SSR的確定卷 按上一步 然後接下來的話其實前面的7DS都是一樣的 接下來的話是這個E-L-N-E-L 按右方的確定可以拿到三個 SSR進化的項鍊 好那接下來下一個呢是這個7DS G-O-W-N-A-D 那這邊的英文字都是大寫的不知道大小寫是有沒有查 可以拿到這個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一百萬的金幣喔 好那接著的話下一個我們 繼續 也是7DS開頭這個7DS N-A-G-I-L 按去了可以拿到這個五個 超覺醒硬幣喔 好然後接下來下一個呢是這個7DS N-O-N-D 好那也是可以兌換 找到十個行動力恢復要數 那接下來呢下一個是這個7DS N-E-W-G-I-F-T 也是按確認就可以再拿到一張這個 S-R SSR的確定券 好那接下來呢 再來直接再來抽這個 DDS G-I-F-T 然後4U 一樣確定可以拿到十個這個鑽石 好那以上就是這個遊戲可以用的禮包取好 那如果你是iOS不能兌換的話你們可以來到他的這個 官方的兌換網站 把這個網站放在下方的這個資訊欄 有需要的話就可以來這邊查看一下你們的這個 會員編號 把它貼上然後這邊的話就選擇你們所在的伺服器 下方就貼上我們剛剛 介紹的禮包取好 好那麼接下來來跟大家講一下這個遊戲比較強的一些角色 就是這個FES角色 可以把它看成是這個遊戲的限定角 那這些的話就大概是這些喔 來這邊看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還有這個目前日版的最新角色的方法 這個更新時間是2023年的5月30號 那就是今天最新的 那如果新手不知道要抽什麼角色或是不知道什麼角色強的話可以來這邊 看一下 這三隻的話是這個暗團長然後還有一些這個 S卡諾 大家可以來這邊稍微參考一下 然後接下來這裡巴哈版還有一個精華球 可以進來這個版然後在上方 有一個精華群文章 那麼點開來可以先來到這個地方喔你們可以點這裡 精華群索羽 那基本上你們新手攻略的話可以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地方喔 這裡的話就有這個 陸坑新手指南以及一些 快速刷手抽的方法 那這個刷手抽的話就看你們要不要刷啦 那就是設定然後點一下情報 就照這個點然後按重新 就可以重新刷啦 然後這邊的話還有這個新手大家比較推薦看喔 這也是比較室內的一個攻略 不然這些其他的攻略其實都是還蠻久之前就已經寫了 反正呢可以拿這幾隻角色 然後呢就慢慢抽 然後呢就盡量去推我們主線了 然後後面的話再把一些相對應的這個 剛剛介紹的FES角色把它練起來 那大概新手的一些攻略資訊就差不多是這些喔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遊戲的一些福利喔 好那主要呢也可以看一下我們的抽獎這邊 看這邊就有一個這個 Festival 那就是現在也是這個限定的 4周年盛大氣點 好那新手主要的一些活動就是可以來到看這邊喔 這邊的話300個 紅利就可以領我們剛剛 那邊看到這個非常強的角色 450的話也可以領到這個 對應的盛騎士 哥賽爾 那這邊的話他是14天的這個免費抽 我們一天的話好像是可以抽個一次喔 來我們這邊抽個一下 反正呢現在官方呢是新手這邊登錄也是可以領到非常多抽 雷 就直接抽到這個聖夜的幻想喔 卡拉娜福爾的騎士荔枝 直接就種一個幽娃角 其他的畫面都是一些這個雜魚 然後抽到重刻的話好像會變成這種 然後拿到這個GP值成長點數 那大概抽獎的畫面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變成這個英雄幣喔 可以用來強化我們的這個英雄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些相對應的這個新手獎勵喔 然後可以來到這個酒館 然後來跟我們這個伊莉莎白這邊對話 那這邊的話就有這個四周年前戲的千道活動 這邊的話可以領到這個特別嘉賓 這個有些特別的抽獎券 那這邊好像是可以抽獎這個 第一回喔 這邊領領的話應該也是有個 好幾十抽吧然後每一張是 第一抽嗎還是怎麼樣的 然後接下來還有下一個禮物 那這邊的話是這個四周年一樣是四周年活動的千道活動第2彈 那這邊的話可以直接領到這個 到極這個禮物的合抽獎 那這邊的話是一抽啊 然後這邊的話是每次都可以領個十抽 那這樣領一領的話也是有個140幾抽啊 然後下個禮物這邊也都是可以領到鑽石喔 要知道我們這個鑽石的話其實也是可以 對應到抽的那這邊的話也是那個七十二十八 然後接下來呢還有這個一些其他的 每日登錄獎勵喔 那這邊的話第七天都可以領到我們這個 SSR角色的確定券 這邊也是可以領得非常多抽喔 然後這邊簽到這裡新手送的獎勵真的是 非常多啊 那有喜歡玩這種 拉罪或是喜歡玩這種 這種類型遊戲也可以來這邊參加一下 現在的話這個活動還是相當多 送的這個獎勵也是相當豐富喔 那除了這些呢也是可以點一下左方的這些英雄之路 那你們只要完成這些階段獎勵就可以領到這一些 角色 這邊的話不只是只有一個階段有非常多階段 那在左方的這些活動的這邊也是可以看到 剛剛就是可以抽 這邊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抽獎勢喔 看我們這邊有這個 特別的 可以去特別抽一下 這邊抽一抽 這邊的話也是可以抽獎 超級多抽獎的地方 然後左方還有一些這個 一些通行證之類的東西喔 快速拉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的每日任務每週任務 那大部分我們獎勵呢都會直接發送到我們右上角這個 流禁信箱中喔 這邊的話可以看一下我們剛剛領取到的這些獎勵喔 這邊給他跑一下 這邊的話就一些 王業活動獎勵喔 登錄獎勵 這邊的話就是我們剛剛領到了 好打一件領取 完成了非常多的這個成就 然後左方還有一些這個可以看廣告 可以直接免費抽 那麼以上就是這個七大罪 光與暗之交戰的最新可用優惠券分享 這個新手的必看攻略資訊以及當前版本的最強聽聽角色分享 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等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